封水佬欺騙你十年八年,我想作出一個預言,就是自由黨將會很快受終正審,很自由地解散,自由時間,不死都沒有用,自由時間,大家都是三步, 其實你事實上看了他連續兩屆的選舉,如果你作為一個政黨,當然是以參選作為主要的功能 但很慘,大家還意氣記得,23條當日不能通過,都因為自由黨田北俊,以致過不了,政府就收回 大家竟然自由黨無人紀念,即是怎樣呢?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已經偏離大眾,最近他有一個黨員叫田北俊的弟弟退黨 他的說法是… 是弟弟還是哥哥? 是弟弟,雖然他看上來… 我以為是哥哥 姿態好像哥哥哥,不過他說他說他退黨的原因是正黨理念有差距 特別是大家樂事件當中,顯示出自由黨的策略越來越遠離群眾 不止遠離群眾,他甚至認為遠離中小企老闆,部分中小企老闆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自由黨一向都不貼近民眾 你立黨當日自由黨就是中小企業家 代表那批人 關民眾什麼事 所以他永遠代表老闆說話 這也是自由黨解釋的 當田北辰這樣說的時候 自由黨就說因為我們是代表商界 但田北辰似乎他的說法都不是代表商界 這個說法我比較傾向贊成田北辰的看法 因為時代改變了 現在自由黨的看法其實是很老舊的一批無糧僱主看法 而且老舊的一批不一定是無糧 福利不需要那麼好 生仔不需要有假期 逢親保障勞工的法例都是反對的 但是現在事實上大家都說企業良心 連麥當勞也要組織一個麥當勞叔叔之家 搞這種所謂的難過 即是老叔社全部做麥當勞叔叔之家 搞一些所謂的社會責任 又要說在我們的做生意過程當中要注意社會成本 這個已經是一個大趨勢 環保 如果你自由黨都體認不到這個大趨勢 我只是說你是沒有洞察力 即是你沒有視野的政黨 那你說你是否死得呢 因為其實你現在自由黨的名氣變成了保護無糧僱主 你想想有甚麼中小企老闆想蘇瑟你 連我也不想蘇瑟你 那真是慘 就是票數一定不會歸你 就算你走回大陸也不行 因為現在大陸的法例管理中小企的問題 環保意識比香港更加嚴峻 事實上你也看到 這個所謂的互聯網的發生之後 你也看到整個輿論界的此起彼落 即是說現在民眾的輿論壓力是會越來越大 所以你看大家樂事件的意見當中 我們都說大家樂是甚麼 他不是唯一一家去做一些所謂撤除這個犯中 這個犯中錢的 但為何他會成為眾矢之的 因為他高調華家新 是的 這個原因 第二就是因為他成為了風眼 然後整個香港的網民周圍去剿滅他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一個趨勢 你作為一個政黨不能不顧的 你不可以只是看我階層的利益 你要看整個社會的氣候 輿論的趨向 你都要兼顧 所以即使你要反對一件事 你都要有策略地反對 但自由黨過去 還有你維護中小企的利益 都應該要變一變策略 是的 所以這個政黨看到 從田北辰的退黨 然後他們之間的 在公開場合當中的對話當中 你可以看到 自由黨是一個不思掌進 對於世界潮流完全沒有觸覺的一個政黨 但是這個來講 在田北辰的策略是否正確呢 我覺得離開自由黨無論如何都是正確的 首先一件事 因為不會增加你選票 只會剝奪你選票 沒有希望的 因為代表自由黨出選 你會有一個 和獨立候選人可能現在更有好處 更有好處 而且他們也拿著一個大家有共鳴感的大加樂事件 這件事我覺得都是明智的 至於為了預備下一屆的參選 離開自由黨 我覺得都是一個明智之一 離開自由黨 祝他進入更自由的黨 其實我們的網民現在非常自由